《雲南童謠》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早前網絡上流傳一首恐怖的雲南童謠 過詞內容令人無骨悚然 讓我們先一起看這首童謠的內容 紅珊珊 白乾乾 踢完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 睡觀觀 然後一起埋山珊 埋山珊 哭哭哭 親朋到來吃飯飯 吃飯飯 有山珊 大家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 沒人館 全村一起風乾乾 風乾乾 掌珊珊 來年山上掌珊珊 前面都來吃飯飯 飯飯 雲又紅紅散散 轉圈村莫買散散 令人張馬喊散散 很多人聽完都覺得極為恐怖 歷史上有很多語言 採取了不同的方式流傳 有書籍流傳的 如推背圖 燒餅歌等 有掛帳流傳的 如馬前科 而最容易明白 和流傳最廣的 其實就是童謠 譬如在明朝 就有一首童謠 預言了兩帝的命運 明英宗珠祈鎮正統二年 也就是公元1437年 經事發生罕災 當時大街小巷的小孩子 也做土龍 用來祈禱下雨 這些小孩子一邊叩拜 一邊就唱話 雨堤雨堤 城王土地 雨若再來 還我土地 當時大人聽到這首童謠 只是當小孩子的童心 不過後來發生了一些事 大家才發覺 原來這一首童謠 是預言來的 正統 即是公元1436年 至1449年 是明朝第六個皇帝 明英宗珠祈鎮 首次登基之後使用的年號 前後總共14年 當時蒙古雅廁入侵大明 明朝皇帝明英宗 率領50萬大軍親征 正統14年 也即是公元1449年的8月 在土木堡 被刺雅太師也先俘虜 明朝一下子 就變成無主之朝 俗語說 國不可一日無君 群臣就擁護英中的弟弟 成王朱祈玉為皇帝 史稱景泰帝 景泰元年 也只是公元1450年 英宗在蒙古回到朝廷 但一直到景泰8年 英宗的弟弟 景泰帝病重 明英宗就趁機奪回了帝位 同窗裏面的群帝 意思是群帝 因土木堡之變 英宗的帝位被迫傳給弟弟 成王土地 指的是成王朱祈玉成為皇帝 掌管大明疆土 群若再來還我土地 群和群陰相近 群有帝王的意思 指的是明英宗復辟 再次做大明皇帝 掌管國土 我們再來看一首清末的童謠 這首童謠是如此唱的 不用俠 不用蒜 孫筒不過兩年半 今年朱吃羊 明年終地不立糧 所謂不用俠 不用蒜 孫筒不過兩年半 是預言清朝滅亡在職 孫筒年後 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 公元1908年11月光水皇帝去世 末代小皇帝普怡被抱上皇位 第二年改完孫筒 到了公元1911年12月25日退位 連續不足三年 1911年是乾枝幾年的新開稅 是豬年 普怡生肖屬羊 朱吃羊 原來是指清朝 將會在新開年滅亡 明年終地不立糧 顯然是指清朝滅亡之後 明年國家走向民國 不需要再向大清立糧 新開年 1911年8月19日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 孫筒皇帝 被逼在同年12月25日退位 完全應驗了童謠的預言 和大家說完明朝和清末的兩首童謠 我們接下來 繼續說和我們現在有關的 這一首由雲南宣傳委組織 宣傳的雲南童謠 這一首童謠 仔細看一下歌詞之後 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無骨悚然 最不可思議的是 這一首暗藏殺機的恐怖童謠 竟然迅速鼠紅 在網上相當火爆 我們也知道 開始唱的《紅山山》《白乾乾》 說的是一種野生的毒蘑菇 這種蘑菇頂部是紅色的 下面的乾是白色的 《板糖糖》《埋山山》 這一句心驚肉跳的歌詞 是說吃了毒蘑菇之後死亡 被埋葬 埋山山 哭哭哭 親朋都來吃飯飯 是說喪禮上 死者的親人傷心豪哭 死者的親朋好友 都來參加喪宴 最後說 吃飯飯有山山 大家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 沒人館 全村一起風乾乾 是說村裡的人都來參加喪宴 一起吃飯 而飯菜裡同樣有毒蘑菇 結果一起中毒 全村人全部都死亡 以至於屍體風乾 沒人埋葬 風乾乾 掌山山 來年山上掌山山 說的是屍體風乾之後 又生出遍地的毒蘑菇 滿山遍野到處都是 又要死更多的人 這樣的歌詞 已經遠遠超出了童謠的天真 展現的是一種非常恐怖的末日景象 絲橫遍野 沒人埋葬 人是不理智的 覺得這首童謠很好玩 但就不知道 很可能會一羽成參 真正的大劫難 可能就要降臨了 之前我們為大家解讀過很多預言 各種不同的預言裡都提到 2020年至2025年 是人類的大劫期 在這個時期 各種大災難都會從天而降 會有大量的人類死亡 能夠平安度過大劫難的人 就會進入無比美好 而幸福的新宇宙 進入新紀元 各種預言裡 關於大劫難的描述 都非常恐怖 劉伯溫悲計畫 貧者一萬留一千 富者一萬留二三 九仇屍體無人檢 可以看出死亡的數量 非常巨大 十個人之中 只有一個能夠生還 退避圖也說 路途人死無數 一萬之中死九千 大地十分 人死九分 十度惡人 無一全等等 同樣是說 十個人之中 只有一個人能夠生存 金陵塔碑文說 父母死難埋葬 爹娘死 兒孫江 萬物同遭劫 從毅亦遭殃 這裡雖然沒有直接說會死多少人 但是可以看出大劫難之中 死亡數量 是非常可怕的 之前我們的節目也解讀過 預言到了今天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 有些地方已經不准 譬如死亡人數 不可能會有這麼多人死亡 但是死亡數量還是非常可怕的 預言也告訴我們 平安度過劫難的方法 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有興趣的 可以找回我們之前的節目 劉伯溫預言解讀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為大家獻賞 我們頻道的主題歌曲 編曲 李宗盛 當昨夜那星辰悄悄的謝幕 誰還在裝糊塗和紅魔鬼跳舞 当末日的语言 重复的穿出 陪伤团为水边湖 在山手中的魔术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 拥挤的孤独 秋雨中崩溃的迷雾 用第三只眼 认知的角度 当光影虚度 伤化辜负 浪潮里飞舞 一人你的眼神奇处 做错误的领悟 乖剧情涂 心无所属 信仰别模糊 你穿上救出的礼服 在等待谁 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卸妇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雨中 旧雨中 万亏的迷雾 用第三只眼 认知的角度 当繁华无数 涂密虚物 爱恨都是苦 人在被遗忘的旅途 谁在来世的路 当世间万物 终为尘土 谁的风光无数 坐在遇见的时代里 我们都是渡住 我终有一段铭心刻骨 谁为谁付出 地色山流入处 认最清楚 认最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